周瑜 即生鱼和生亮 并重的周瑜说完最后一句话 刻然尝试三国演义中周瑜的形象 是个极贤度能 小度积长的人物 一生与诸葛亮斗志 最终被诸葛亮活活气死 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读 真实的周瑜却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卢匠 周瑜 自恭敬 卢匠书线人 周瑜虽为武将 却性格温良 举止儒雅 他不仅精通英律 而且谈得一首好情 民间流传一句话 情有误 周郎固 就算是九过三巡 也能精准地听出乐曲的缺误 回头瑜以指点 周瑜之名真正流传千古源于赤壁之战 周瑜以钱不大都多的身份 征讨江夏之时 江北的曹操以风卷残云之势夺取了荆州 刘表之子刘从投降 经周易主 东吾瞬间暴露在曹操的大军面前 乾坤骤转 风云际会 三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一触即发 而属于周瑜的历史时刻 也随之到来 周瑜立主与曹军一战此处 与三国演义中所述不同 周瑜并非中了诸葛亮的七将法 首次交战 周瑜只会得到 加之曹军疾病流行 东吾获得胜利 曹军稍稍退后 与东吾军队对峙于赤壁 周瑜针对曹军战舰首尾相连的特点 采纳属下黄盖的计策 预备蒙冲 斗箭数十艘 船内堆积草药 泼上高油 又令黄盖尾数炸响 带领船队冲入曹军水战 点燃火船 火接风势 越烧越往 引燃了岸上的营房 曹瑜请客间陷入一片火海 兵马烧死 逆死者无数 曹军溃败 周瑜顺势挥军北击 攻克曹操大将曹人把守的南郡 战场上 周瑜策马临阵指挥 被飞来的剑射中右肋 伤势严重 却一直坚持留在军营 继续指挥作战 赤壁之战 是中国历史上已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由于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 人们长期以来将赤壁之战的最大功绩 归功于蛇战群如 借东风 草船借鉴的诸葛亮 实际上 以上三个故事都是虚构的 蛇战群如和借东风并不存在 而草船借鉴也并非诸葛亮所为 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 只是个处处茅庐的谋士 作为刘备的使者 被派往东吴游说孙权联合抗草 赤壁一战真正的英雄只有一个 那就是周瑜 年轻的大多都周瑜 以其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谋律 以区区几万人的军队 击败了数十万的敌军 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也为东吴保住了根基 后人根据三国演绎的艺术加工 将周瑜误读为一个心胸狭窄之人 事实上 周瑜不仅胸襟宽广 而且多么善断 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儒匠形象 品读历史上真实的周瑜 无人不为他倾倒 据正式三国之记载 周瑜信不恢弘 大帅为人 李贤下是 深得众人爱戴 赤壁之战后 年轻的周瑜以其谋略一战成名 他预料刘备日后必成大事 便劝孙权将刘备安置在东吴 为其修筑公事 以金钱和美色软化他 并将其布下关于 张飞分治两地 化为己佣 可惜的是 孙权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 公元210年 周瑜在西境计划得到赞同后 回到驻地整理行装 集结兵马出发 准备去施展自己更大的宏图 可惜是不岁月 天度英才 东吴大军刚刚出发不久 周瑜并逝 一代将星陨落 年仅36岁